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來我們看的是另外一個日常生活中常見的力 那我們這邊談的主要就是重力 因為重力是四大作用力之一 它對我們人類的生活影響非常大 牛頓基本要提出來這個重力是在質量跟質量之間會發生的一個吸引力 它影響著我們整個宇宙 比如說比較小尺度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就是說為什麼有質量的東西都會有個重量 然後到比較大的尺度像是潮汐怎麼發生 以及行性的運動到整個銀河的行程都是跟重力有關係的 所以說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很多現象都是跟重力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我們稍微看一下 他基本上講的是說如果你有兩個質量 M1跟M2 它相隔的距離是R的話 那牛頓說這兩個質點會彼此互相吸引 那它的吸引力是跟本身的質量成正比關係之外 也跟它的距離有一個平方的反比關係 那這個定性定量的把這個關係是寫出來 就是說像圖上所畫的 這兩個質點呢 M1會被M2吸引 所以它力的方向是朝向M2 這F12朝的是M2的方向 相反的M2就會被M1所吸引 那這個關係式呢 再進一步說中間有一個重力常數 那這個重力常數經過不斷的實驗 我們現在可以很精準的量到 它的大小是非常非常小 只有6.67乘10的-11次方 那單位當然就是你可以從左右的量剛分析出來 特別是N乘上m2 然後perkg2 那對於人類而言 我們現在關心的當然就是在地表附近的重力嘛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說 這個從牛頓的萬有引力出發 我們是不是可以稍微推導一下呢 有質量的物體在地球表面附近 它所受到的重力影響的大小是多少 所以我們就用上面這個萬有引力定律呢 但是我們今天就假設 你有一個小m的質量 那它放在地球的表面 所以我們另外一個 吸引這個小m指點的力呢 當然就是所謂的地球 所以我們就把其中一個m呢 帶地球的質量 我們這邊是這個用大m1來代表地球的質量 那因為我們考慮的是在這個地表附近嘛 所以說呢 我們把這個r帶的就是平均的地球半徑的大小 大概是這邊有個數字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地球的質量呢 大概是5.98乘10的24次方公斤 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質量 那地球的平均半徑 差不多是6370公里 那我們這邊用了一個假設呢 雖然說地球是一個球體 每個地方都有一些質量 但是我們用了一個point math theorem 假設呢地球的質量是集中在地球的球星 同時呢 雖然地球不是完美的球形 是個橢圓形 我們差不多用這個球形來近似我們地球的半徑 所以你把這個重力長數G跟這個地球的質量帶進去 以及地球的平均半徑帶進去之後呢 你可以得到就是說 這個重力呢 大小就是這個質點本身的質量m呢 去乘上9.8 所以有9.8m的一個力的關係式 所以在地表附近 如果你做一個自由落體的話呢 這個質量m呢 就會感受到一個9.8大小的加速度 所以我們通常就是說 在地表附近的重力加速度呢 就是9.8m per second square 以此類推 我們可以去計算呢 任何一個行星表面的重力加速度 所以舉例而言 我們知道 月球表面的重力加速度呢 計算出來的大小 大概只有這個地球的六分之一 大概是1.6m per second square 因為呢 月球的質量非常小 它只有地球的1.2% 那半徑呢 也沒有那麼大 半徑大概是地球的27% 所以你計算出來 大概就是會得到在月球表面的重力加速度呢 是地球表面的六分之一 同時如果是火星的話 你會發覺這個火星的質量是地球質量10% 但是呢 半徑差不多是地球的一半 所以你算完之後呢 你會發覺說在火星地表附近的重力加速度呢 也比地球上的重力加速度小 大概只有3.75m per second square 所以呢 我們這邊只是很粗略的介紹一下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 我們在之後的章節呢 還會更詳細的介紹這個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 所以我們在這張圖影片呢 就總結了這個重力的一個介紹